以今天这100平的大空间来讲 它的客厅是中间的位置的话 起居室在另外一边 我们站的是起居室相对位置的这一头 那这边我刚提过 你在墙面上的设计 其实你很擅长运用装置艺术来呈现 是的 这个佛堂当初 他就是强调这边要设置一个传承的佛堂在这边 那我为了让这个佛堂看起来更有那种味道 然后也是为了尊敬一些神明 让它不要说直接 看到这个白白的墙面 毫无变化墙面 所以我联想到一些荷花的装置艺术 然后把它装置在这个墙面上 那相对的让它空间也可以呈现出一个很有戏剧张力的感觉 那因为今天的空间最后转变成的风格是比较带点现代感的嘛 那你怎么把它的这个所谓的神明佛堪的位置做出来 就当初原始格局是佛堂旁边有一个厕所门 因为厕所门在旁边对神明是不尊敬的 所以我是把它往后推 然后相对的拜拜会产生一些油烟 我为了让它好清洁 那我们又搭配了玻璃跟抽风机 用比较贴心的设计 让它更好清洁 OK 我想这一般如果家里有这个神明有公马考量的话 这样子的一个神明厅设计应该会蛮让人家心动的 对 我想就我知道小插曲江设计师 他当初要的一个是一个传统比较中式的原作 对不对 是的 跟空间不太大 他当初设定的就是这个传统式的原作 那我觉得这个设计的风格跟我们有点相冲突 所以我帮他选了一个是原作没错 但是是现代的原作 然后搭配这个方移 让它呈现出来其实是更现代的感觉 像这样子混搭的家具配上你这盏灯 你就会觉得这个餐厅它不用太多硬的装潢 他靠这些软件就可以把他想要表现的风格表现出来了 对 当初就是挑了一盏灯 我很快地把它挂上去 但是没有这个底下的桌子来互相搭配 然后他就非常的不喜欢想要把它拿下来 但是这个家具放上去之后 因为他还觉得还蛮搭的 然后配上天花板那个水晶花瓶反映出来的影子 总而言之这个餐厅它的风格是很独特 而且跟你客厅的整体空间风格是搭的起来的 对 它能呈现出来在天花上面的一些光影效果 造成它非常有那种现代感的氛围这样子 OK 那今天这个空间呢 就说过了虽然是两个年轻的夫妻 但是有时候双方父母也会来朋友也会来 他们理所当然要有一间大的厨房对不对 对 来看一下厨房其实在这里嘛 它门片上面的设计感觉就是跟你整个空间的氛围 它是一致性的 是的 在这个有点半穿透的一个玻璃的呈现上面 我们又加了一个比较日式的一个花纹的感觉 让这整个空间更有一些质感出来这样子 原本屋主预设的美式风格 在选定了意大利灰的食材之后 有了180度的转变 将设计师成功的打造出摆平现代人文空间 也赢得屋主的赞赏与信任哦